跟各位今天的詳情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想我今天专程來參加這個 我們R03的這個叫做 車站共構跟多更這個 這個案子的說明 我想大家都對這個事情其實 有意很久 而且實在是耐性啊 漸進越來越 越耐不住了 我看到漸漸有人就聽不下去 就要一個一個回家 所以 我想在這邊啦 我們應該再次的跟前幾講 就是要用最清楚最迅速 讓大家知道你的潛力到底有多少 我們的不管是融積結獎 各方面不管是停獎結獎 以及多個什麼獎都包括經濟 我們到底啊 這個地以後能夠產出多少個 融積面積應該很迅速的 這個可以試算出來 應該盡速讓大家知道 那麼剛剛有人提到的就是說 前後動的問題 那個金價不一樣 因為土地的池溫不一樣 也要迅速的跟大家解決 不應該在那邊 否則這個一號下去的話 大家就是 大家就是一牙 一牙載載輪摔 意思就是漸漸大家都沒有信心 那我們看到 之前R04車站本來 也是要設站 後來因為某些地主 他們那個時候有一個 有個七樓蓋的房子 跟旁邊有四樓蓋的房子 因為所謂的潛力封被喬不攏 後來呢 就乾脆順應 這個潮流跟十四就是 從向山到 向山站到 R03這邊 R04就變成被取消了 就沒有在設站 不過我想我們不希望 將來 這個R03說 南側不用弄到別側近 就弄到廣磁的基地近 這不是大家樂意見到的事情 我想今天大家講了這麼多 就是大家都很誠懇的希望 實在是進度有一點慢 我們在這個講 真的是進度有一點慢 我們應該迅速 讓大家彼此了解 未來的都跟 效益跟好處在哪裡 那剛剛也有人提到說 我們這個大哥也有提到 他剛剛講了很多經典的話 我沒有你那麼會講 不過我也幫你偷寫一點點 這些經典的話 講起來實在是 要讓建商再把口袋的錢拿出來 他講impossible 不可能 我在想不可能 美和式吞了那麼多的錢 你現在就拿出來 要再 要再去訴訟 這個是前車之間 這我想不太可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一次 不是一次長足 就一次 讓他能夠把條件最好的講好來 那我們認為 我們的我們的居民 也不要儀器儀求 這個 一坪土地 能夠蓋多少個 多少的樓梯板面積 絕對是有案可查 絕對是有機可行 那不要在那邊玩文字遊戲 不要在那邊玩說 將來有一天 用設定用什麼用什麼 我覺得 太複雜了嘛 不不要那麼複雜 很簡單的 一斤面粉能夠產出幾個包子 就幾個包子 不要在那一斤面粉產出幾個包子 也有可能產出之後 還有一點點 我又在又捏了 又可以做了一個什麼小籠包 大籠包 小籠包 什麼包 弄得大家 一頭正 我講的是實在話 各位 聽的也許覺得說 好像我講的也有道理 對不對 也沒有道理 謝謝大家 我不是要把他做幾種 我是在講說 如果你可以一次給個夠 就一次給夠 那剛剛這個先生在提到說 我們這個樓 就一個樓層 就一品的建造成本應該多少錢 按照我所知道 就是我參與過很多的 就是沒有做也有聽人家在講 大概台北市啊 如果上得了台面的單價 我看一品都大概要在17萬上下 這我所知道就是 包括內裝全部完成的話 大概應該是在17萬3萬 17萬3萬應該是中中的啦 也不是那種 因為我知道 鄉下蓋的那個房子就是6萬塊錢一品 那個叫做沒電 那個什麼都沒錢 很簡單 那麼在以前 如果沒有鋼骨的話 大概10萬11萬 那那個那個價錢 但是現在因為對市面的材料 包括衛藝 包括大軍 包括什麼東西的材料 我所知道的 這我是講給大家聽 就是我所看到的 應該是在16、17萬是標準 我們在審司會的預算的時候 就像是說警察局蓋宿舍 或者警察局的那個 就是警察局的機關用地在更新 或者蓋什麼活動中 又蓋什麼這個設施機關的話 就大概是在審查一算 就在15萬14萬到15萬到16萬17萬 那裡面就牽涉到材質的問題 所以我在想 我們蓋機關一定是比住家的難度 一定是比機關來的高一點 起碼每一家裡面的衛藝設備 都一定兩套 那當然那個就是一個成本 還有我們的廚房設備 也一定會比他們好一點點 那因為那蓋機關是沒有蓋到這些 那我們不要講蓋鞋料 蓋鞋料就最簡單 蓋鞋料就大概是只有幾萬塊 因為他就是把它切起來 他沒有裡面其他很多的問題 不過我最重要我在想 我們就希望今天里長 各位里長都要說 因應期盼 賣個蛋啦 不要再等了要趕快 那針對某些人會反對要反對 我們也認為說市政府 你只要把公平的講 公平的方式講出來 大家都一起配合 不要因為先就一兩個人 那整個盪在那裡 這是錢民的損失啊 這不是一個人損失 整個國家的競爭力 就耗在這裡 我這樣講大家都說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因此今天不是年強比賽 也不是真的一個東西 我們只有應居的期盼 我也會在議會裡面跟市長講 賣個拖啊啦 包括廣子也要信訴 我這個上個禮拜到這邊來 也有很多人提到 對廣子的興建 有時候做乾的問題 不過我們在講 應該確定方式趕快去執行 不要再找一些有的沒有的 來造成公平的延宕 大家都會老嘛對不對 不要說搬出去的 都沒有 看不到搬回來的那一天 為什麼講 延宕延宕延宕 這樣沒有意思嘛好不好 我今天在這邊 就以一個很負責人的方式 跟各位敬愛的鄉親講說 我們這位來打招請會比較快的 請會比較快的 再下一次再開會什麼時候 先講出來 這是最重要的 下一次開會什麼時候講出來 那如果你對那個議題有興趣的 你下一次開會你就來聽 我們追蹤他 看到有沒有 架聘 架控 架行這樣好不好 下一次開會什麼時候 先講出來 先講下一次開會 今天結論 他們帶回去討論沒有關係 下一次什麼時候開會 先讓大家知道 你讓大家知道 大家就知道說 你講話是來真來假的 你知道嗎 你來假的 我三個月到 我就會檢驗你講話的內容啊 是不是這樣子 在場的資料都有到現在 都有兌現的那一天 都有兌現的那一天 所以你要講下一次的開會之期 這個才是負責任的態度嘛 是不是 對啊 你應該先講 下一次什麼時候開會 謝謝議員的指導 你先講下一次不用指導 下一次什麼時候開會 所以就綜合剛剛 我們陸泉市林主任 我們也有一定的時程嘛 因為要開公廳會嘛 會有兩次的公廳會 可是剛剛 黃先生這邊有提到 其實現在最關鍵就是 是不是我們就趕快要請 顧駕師 把前後洞 還有上下 一樓二樓三樓四樓 大家的 所代表的這樣的一個價值 把顧駕出來 你還說那麼久就趕快去做 大家都知道 不用再去怎麼找 柯文哲的市場也是很極性質的 光他去做 我拜託你 我拜託你 包括他 時間短 我沒有說確定嘛 你硬定 我告訴你 你把時間聽出來 你就要去準備 你把說兩個月 那你就要想辦法 我在兩個月裡面 就做出來 這樣子知道嗎 那你說我在等 我今天找了這個顧駕師 這個顧駕師說他沒空 找了那個顧駕師說他也不見得想來 那你再下一次來就跟大家講說 對不起 我們有去找個顧駕師 但是張三顧駕師沒空 李四顧駕師出口 王五顧駕師說 只有一家來比 不可以 那一個月又過去了 那不意思嗎 我們今天在講就是 職人政治 你跟大家講說 什麼時候我們要再辦第二次 這個時間之內 你必須要排除萬難 必須要排除萬難去處理 這樣子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是不是 對 好 但我們這樣 因為我剛才有報告過 我們徵求投資人之後 會每半年開個說明會 是不是我們下次就定在下半年 不對 你下半年我就不來了 你剛才就不要開了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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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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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東西還是要有它的行政程序 不是 我告訴你 來 我告訴你 這個東西我絕對就反對 一個半年 你拜託 半年就今天講 還沒去驚你講什麼 我吃不吃都老了 對嗎 你不要說 我這一次的跟 我三個月來 大家聽說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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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各位講 即使沒有的話 你也要來面對民眾的苛責 對 對 好 好啦 我們 我們現在要去玩